这个男人正在偷看圣女洗澡 还非常无耻地去摸圣女屁股 并调侃说道 虽然很有弹性 但就是小了一点 圣女气急败坏 抬手就要砍了她 男主名叫林天 上一秒还在商场体验V2 但下一秒他就穿越到了休闲界 只见他垂头丧气地走在荒郊野里 突然眼前一亮 发现前面石头上放着一件衣服 上前拿起一看竟然是女人的衣服 这样青山立水风景如画的地方 会不会有哪位仙女在洗澡 然后立马四处瞭望了起来 果不其然 不远处的湖泊里有个女人正在洗澡 突然林天脑海里传来叮咚一声 超级作死系统已经激活 主体一切正常 触发作死任务 触摸悬空门圣女屁股 完成获得经验同币奖励 失败扣除主题智力变成智障 林天顿时一惊 这才反应过来 自己可能穿越了 但如此美事当然义不隆辞 果断伸手向圣女摸去 圣女感觉到有什么触碰到她十分惊恐 叮咚作死成功 经验加一百 同币加一千 恭喜升级 当前等级二级武徒 当林天收手准备逃离之时 圣女突然转身 瞪大双眼 用剑指向了她 你是何人 竟敢擅闯 肆意窥探 林天连忙解释 我迷路了 路过而已 你继续 圣女纳闷 我的后院极其隐蔽 机关重重 连只苍蝇都飞不进来 她是怎么进来的 虽然长相不错 但如此轻浮无耻 越想越气 直接向林天冲了过来 这时林天再次接到作死任务 挑衅 躲避圣女攻击 同时评价触摸手感 完成任务获得经验奖励 失败扣除部分智力 林天瞬间惊了 什么破系统 我都要死了 还给我派发任务 慌张的林天栽栽 愣愣躲过一劫 立马单膝跪地 请求圣女听她解释 圣女见她还算诚恳 就停止了攻击 但林天非常无耻地 对她评价起来 还说她小 再大一点就好了 作死成功 经验加一百 同币加一千 圣女见她不知悔改 愤怒地向她冲了过来 打算将她碎尸万段 林天见状感觉自己要分 不愧刚刚穿越过来 就领盒饭吧 突然她灵机一动 随后对着圣女身后大喊 老大救我 圣女回头望去 可身后空无一人 但这时的林天已经脚底抹牛 气喘吁吁的林天 跑到一处没人的地方查看系统 上面显示着 等级 经验 功法 称号 等 这不就是打游戏吗 哈哈哈哈 我的幸福生活就要来了 突然墙后传来了一个猥琐的声音 别跑 小美人 墙那边是死路 然后就见一个人影从墙内飞了出来 刚好砸在林天的身上 她成功地当了一回肉点 少女连忙道歉 但很快就扑到林天怀你 少爷 你还活着 林天非常尴尬 这美女是谁啊 叮咚 触发主线剧情 获得记忆 请问是否融合 林天非常惊讶 竟然是主线剧情 这时追赶少女的男人来到了墙上 这小子还没死 赶紧杀了 随后二人纷纷从墙上跳了下来 林天见二人凶神恶煞 直接抱起妹子撒腿就跑 逃跑的过程中 无意间踢到一只老鼠 叮咚 击杀老鼠 经验加十 获得功法野蛮冲撞 请问是否学习 莫胜女 报怪局 还有妹子从天而降 逃跑时踢到一只老鼠 获得功法野蛮冲撞 林天顿时一喜 主角光环果然给力 立即学习 然后对着二人立即冲了过去 打算小事牛刀 结果巨大的力量 直接将二人撞飞 叮咚 击杀老鼠经验加一百 恭喜升级 当前武徒三级 检查到有记忆未融合 请问是否融合 女人依偎在林天的怀里 见她轻松解决二人 欢喜地夸赞 少爷你把他们打倒了 真厉害 面对如此呆萌的妹子 林天想到 有妞不抛大逆不到 随后融合了记忆 原来林家惨遭灭门 林天被杀之后被扔下山崖 而她救下这个妹子是林天的丫鬟 叫林允儿 叮咚 主线任务 探索林家覆灭的秘密 突然怀中的林允儿开口 少爷 人家已经两天没有吃饭了 肚子好饿 林天放下林允儿非常霸气地说道 我林天的女人怎么可能饿肚子 走 少爷带你吃大餐去 一边的林允儿面色红热 少爷说我是他的女人 二人刚要去觅食 面前突然穿出几只妖兽 叮咚 触发支线任务 爆菊花 击杀野外妖兽时爆气菊花 完成任务获得经验同比奖励 失败扣除部分智力 这什么系统 妖兽不要面子吗 前面的妖兽已经向林天扑揽 林天迅速躲闪 直接来到妖兽身后竖起食指 我都没尊严了 也顾不得他了 犀利的执法让妖兽痛不欲生 叮咚 击杀一级妖兽经验加时 林天见妖兽如此的不堪一击 瞬间信心满满 直接向其他妖兽冲去 很快林天解决了所有的妖兽 当前等级也提升到了五途四季 林宇儿非常呆萌地问道 少爷 为什么非用这个动作击杀妖兽 只见林天一脸坏笑 你不懂 这叫套路 你不是饿了吗 这样的杀法吃起来更美味 这样的说法也就天真的林宇儿能行 还夸赞少爷聪明 天色已晚 二人悠闲地走进城内 叮咚 触发任务 进入怡红院 带林宇儿一同进入怡红院过夜 同房人数不得少于三人 否则任务失败 完成任务获得经验同地奖励 失败扣除部分智力 林天已经被这个系统折服 带个美女进青楼过夜 这真不是一般人能干得出来的 不过这个设定本少爷喜欢 然后搂着林宇儿向青楼走去 走到门口 二人就被一女子拦住去了 并解释这里不是客栈 我们这里人多房少 要是只住店不点姑娘 没等他说完林天 直接掏出一包银梁打断她 谁说本少爷不点姑娘 我要点十个 一旁的客人吓得目瞪口呆 我没听错吧 这哥们竟然要十个姑娘 再下时再世佩服 还有人要拜林天为师 只要教她这种功夫 愿拿出百两拜师费 只见林天转头微微一笑 其实很简单 多读书 多看报 少吃临时多睡觉 女子盯着钱袋里的营养 很快就给林天安排了十个姑娘 姑娘们已经跃跃欲试 但被林天阻止 等等 我不是那种人 什么 这哥们年纪轻轻 竟然可以使女童友 小兄弟 只要你愿意把这功夫交给我 我愿意摆两银子 作为拜师费拜你为师 只见林天回眸一笑 多读书 多看报 少吃临时多睡觉 你们都可以 很快十位姑娘来到林天房间 刚进门姑娘们就跃跃欲试 林天见状急忙阻止 等等 我不是那种人 那请问客观 你是哪种人吗 说出来你们可能不信 我只是过来玩的 客观来这里不都是来玩的吗 难道还有其他事 林天很是无奈 怎么就沟通不明白了呢 算了 反正都是来玩的 今天就玩一个你们从没玩过的 而且非常刺激 说完就让他们把手都伸出来 然后给他们讲解这规则 二人一组 将手分成正反面 上下叠在一起 看谁能成功打到对方 被打到的人算输 罚喝酒 很快他们玩得不亦乐乎 房间内传出啪啪拍手声音 但门外偷听的人以为林天 正在给众人做核酸 连连夸赞 林玉儿坐在一旁 表示第一次见过这么刺激的游戏 但林天已经身心疲惫哈欠林天 连眼睛都不愿意睁 叮咚 触发任务 查房 进入其他房间查房 完成任务获得经验同比奖励 失败扣除部分智力 按照查房方式获得评分 评分越高奖励越高 林天顿时清醒 做死还要评分 这年头做死都要卷起来了吗 随后林天让他们先玩 以放水为由离开了房间 正当林天不知从哪个房间下手时 突然一个熟悉的声音传入耳边 是李帅 那个把原来的我杀了的混蛋 真是冤家路窄 林天抬脚就要破门而入 但李治战胜了冲动 我现在才四级五驼 他已经六级了 打不过他再被他杀那就坑爹了 君子报仇十年不晚 我还是先做任务 提升自己 茶水表 但眼前的一幕 直接让林天目瞪口袋颠覆三观 他怎么也没想到 会看见如此上头的鱼 随后撒腿就跑 那什么 我走错门了 你们继续 壮汉见林天要跑 只见一只大手向林天抓来 小子长得这么羞气 跟爷玩玩呗 林天听闻更加慌了 拼命向外跑去 看见刚才接待他的美女就在前面 林天直接跑到他的身后 对壮汉喊道 你不要过来 但壮汉就像猫看见你一样 没打算放过他 林天只好展示超能力 让女子赶紧把他拉走 在强大的超能力下 壮汉被人拉走 林天也算是松了口气 可以回去睡觉了 叮咚 茶房任务完成 满分十分 经验加三百 铜币加二千 恭喜升级 当前五级五图 很快他拖着疲惫的身躯回到房间 然后躺在床上呼呼大睡 次日清晨 林天刚走出一红院 就完成了进入一红院的任务 男子敲锣打鼓地喊道 大家嚷嚷 李家大婚 然后就见李帅身穿红袍 骑着骏马 很是威风地走了过来 众人见状交头接耳 自从林家被灭了之后 李家现在足以一手遮天 唯一能与李家抗衡的严家 也把女儿严灵雪嫁过去临音了 听到仇人李帅要娶的人是严灵雪 林天的神情瞬间凝固 因为严灵雪之前是他的未婚妻 叮咚 触发作死任务 大闹婚队 进入取亲队伍中捣乱 完成任务 获得经验同比奖励 失败扣除部分智力 按照作死方式获得评分 评分越高 奖励越高 一旁的林允儿得知李帅 取的是严灵雪开口说道 少爷 未来的少奶奶居然给你戴绿帽子 林天抚摸了一下他的鼻头 没关系 我马上就把这顶帽子 原封不动地还给他 然后一把将李帅从马上拽了下来 就是你这混蛋 来我们一红院快活完不给钱 终于让我碰见你了 赶紧给钱 李帅怒气冲天 一派胡言 我哪次少给你们了 众人一听 爆炸新闻 李家大少爷去那种地方 而且还是经常去 轿子里的严灵雪 听到喧闹撩开帘子 瞪大双眼 不可思议地看着眼前的男子 林天 真的是他 林天得知前未婚妻 准备嫁给自己的仇人 非常震惊 灵机一动准备羞辱他一番 一把将李帅从马上拉下来 可算抓住你了 到我们一红院潇洒完了不给钱 李帅极其愤怒 我哪次少给你们了 听到较外争吵 严灵雪撩开叫脸 万万没想到 竟然看到自己之前的未婚妇林天 他吃惊地捂着嘴巴 很自然地喊出林天的名字 林天纹身忘却 你说你 长得挺漂亮 但是眼神堪忧 找谁不好非找老子仇人 再说我尸骨未寒 你是不是有点着急了 我未来的娘子 只见严灵雪一脸不屑 林家坟头的草都半尺高了 你林天还想赖蛤蟆吃天鹅肉 林雨儿听闻暴跳如雷 就你这样胸大过脑的女人 根本配不上我家少爷 林天瞬间竖起大拇指 说得好 给你点赞 这时坐在地上的李帅发声 你真的是林天 你不是已经 没等他把话说完 林天直接打乱 没错 正是你爷爷我 确定此人就是林天 李帅直接吩咐李家护卫 直接杀了他 看这几个虾兵蟹将 林天一点不慌 直接一记野蛮冲撞 撞得护卫人仰马翻 这那两个女人 已经吵得不可开交 但一只手缓缓地伸向林雨儿 然后一把掐住林雨儿的脖子 林天 别以为你侥幸生存 就可以和我作对 你还太嫩了 林天一边对付李家护卫 一边恶狠狠地对李帅说道 你最好把人放了 要不我让你后悔终生 强大的气场让李帅顿时一惊 他故作镇定地对林天说 我就给你三天时间准备后事 三天后看不见女人 就把这丫头送一红月 林天气得咬牙切齿 但以他现在的鲁徒境界 根本没法救人 只能先脚底抹油 再找机会回来救林雨儿 叮咚 大闹婚队任务已完成 满分十分 经验加三百 同币加二千 恭喜升级 当前九级五国 林天飞奔向神战古迹方向跑去 神战古迹是专门用来刷怪的地方 三天时间林天得赶紧提升自己 因为林雨儿还等着他去救 来到神战古迹 看着破乱不堪的场景 林天心想针对得起古迹这个名字 这是一行三人来到林天跟前 小兄弟 是第一次来古迹吗 要不要一起升级 带你飞 林天刚要拒绝 叮咚 系统触发任务 扮猪吃牢 加入队伍 寻找时机击败领头者 只见林天一脸拒绝的表情 直接一百八十度大转弯 大哥 你真是好人 但这几人心里也有自己的小九九 让他去当炮灰 引开山洞里守护宝贝的地级妖兽 林天看出他们的意图 让我去送死 宝贝你们拿 真当我是白痴啊 叮咚 触发任务 爆菊花 进入洞穴引出妖兽 并爆气菊花 啊对 我就是白痴 为了任务也是没了办法 随后笑嘻嘻地对他们说 放心吧 我马上就去引开妖兽 看着林天缓缓地向洞里走去 刀疤脸怕他独吞宝物 便让慕容跟他一起去 二人走到山洞深处 慕容不想与刀疤脸为伍 一把抓住林天 你真想去引那妖兽吗 只见林天一脸坏笑 我不去引他 我直接去捅他屁屁 然后从身后拿出一根八米长的木棍 悄悄来到妖兽身后 嘴里捣咕着冤友投债有主 是系统跟你过不去 不怪我呀 随后直接一击命中 嗷嗷的怒吼声回荡着整个山洞 叮咚 暴局花任务完成 经验加三百 铜币加二千 叮咚 成功击杀野外boss 获得功法洛云掌是否学习 等级也提升到了一击武士 还解锁了兑换商城 林天顿时兴奋不已 这就击杀一只妖兽 系统真给力 然后跟慕容挥挥手 走吧 我们先去解决刀八脸 林语儿被李帅劫持 并告知林天三天后 见不到他就把林语儿送进一红院 面对众多的李家护卫 林天只好从长计议 神战古迹 只有那里才能让我迅速提升 但没想到刚到古迹 就碰到三个居心叵测之人 让他去山洞引开妖兽当炮灰 但没想到的是 林天一棍抱酒 直接解决了妖兽 然后对慕容说 别发呆了 下一个去解决刀八脸 刚刚走到洞口 就看刀八脸挥舞着八米大刀 慕容 你吃力爬外 你以为有帮手就能战胜我了 尽敢坏我好事 看我不把你俩杀了给妖兽当午餐 林天直接一记野蛮冲撞将二人撞飞 长了一张炮灰脸还废话那么多 活该领和饭 叮咚 击杀目标经验加五十 完成任务 伴猪吃牢 获得经验同币奖励 恭喜升级 当前二级武士 慕容见林天轻松解决二人急忙上前道谢 并告知以后有事尽管来清城找我 好了 不用客套 咱们去看看宝物顺便分赃 慕容顿时一惊 兄弟我也没帮忙你还要与我平分 难道你不要 那我就勉为其难地收下了 要要要 然后急忙跟林天向妖兽走去 林天翻找半天却发现只有一株飞鱼草 但这飞鱼草可是地级宝物 服用后可增加内力提升修为 价值千斤 但此物不能沾水 入水即化 林天已经闻到金钱的味道 脑海里还呈现出一定定金元宝 叮咚 触发任务泡茶 将飞鱼草放入水中饮用 完成任务获得同地经验奖励 失败扣除部分智力 要说人不能高兴得太早 上一秒惊喜万分的林天这一秒气地暴跳如雷 不过他也实属无奈 只好转头问慕容有没有水杯 只见慕容一脸疑惑地地上水杯 你要干什么 林天举起手中的飞鱼草 喝草 慕容听闻急忙阻止 但林天告诉他 我这人就爱作 一天不作我浑身难受 然后直接把飞鱼草扔进杯中 一口一口地喝了个金光 他也因此直接提升到了四季武士 随后将水杯还给慕容 并询问他准备去哪 慕容表示已经离家太久 得回去了 那正好 我的目的也达到了 咱们一起离开这里吧 刚要离开就听到不远处有吵闹的声音 慕容仔细一听说好像有强盗 林天表示你这耳朵应该去赌场发财 慕容黑黑一笑 路见不平拔刀相助吗 但是顺风二啊 嘴巴还开过光 走吧 去看看 不远处一个三百斤胖子被一群强盗打晕 林天大不留心地走在前面 慕兄 你听错了 是猪不是人 慕容尴尬地回过头 就是胖了点 还是先救他吧 野蛮冲撞 叮咚 完成拔刀相助任务 获得经验同币奖励 真是不堪一击 我还没过瘾呢 叮咚 触发任务 人工呼吸 为韩大帅做人工呼吸 林天看着躺在地上昏迷的韩大帅直接崩溃 你怎么不给我一头母猪 收到 下次一定 林天无奈地叹了口气 为了不变成智掌 只能牺牲出吻了 然后就对韩大帅做起了人工呼吸 这时韩大帅突然清醒 二人四目相对 林天直接转头差点把胃吐出来 但他总算完成了任务 提升到了五级五室 韩大帅羞涩地摸着自己的嘴唇 你是何人 竟然敢贪图本少爷的美色 慕容急忙帮林天解释 要不是林兄弟 你早被强盗做成五花肉了 听到五花肉韩大帅还拍了拍自己的肚子 算了 既然你救了我 刚才的士本少爷就不计较了 今天韩家镇有一场拍卖会 要不要一起去看看 林天刚刚解决强盗救下韩大帅 系统马上奖励他一个任务 人工呼吸 恼羞成怒的林天怒斥系统 都不如给自己一头母猪 但还是迫于无奈韩泪低头 我的初吻啊 这是个什么东西 不管了 为了自己不变成智掌品了 刚巧这时韩大帅清醒过来 二人四目相对 突然林天感觉为李帆江倒海 直接一股彩虹涌涌了出来 得救后的大帅邀请林天去韩家镇去看拍卖会 林天刚要拒绝离开 叮咚 触发任务拍卖会 进入拍卖会 并且待到结束 林天很是无奈 女儿还没救呢 哪有闲情雅致去逛拍卖会 但不去还不行 随后二人来到拍卖会 大帅很是悠闲啃着鸡笛 再看林天翘着二郎腿都要睡着了 这时主持人上台 简单的讲解一下拍卖的流程 随后拿出第一件拍品 是一枚帝级妖兽野蛮内单 起拍价两万铜币 怎么不去抢 兑换商城只要两百铜币 他竟然要两万铜币 而且不是链丹师还用不了 两万一千铜币 一个沧桑的声音从观众席中传出 众人纷纷望去 竟然是要老 他可是洛英帝国数一数二的链丹师 林天偷笑 再好的链丹师跟我也没关系 反正兑换商城什么都有 叮咚 触发任务购买内单 拍下地级内单 这鬼系统 两万二铜币 要老目不转睛地看着林天 哪里来的矛头小子 然后咬牙切齿地喊道 两万三铜币 韩大帅很是不紧 林哥 你也不是链丹师买内单单吗 脑袋秀斗了 你才秀斗了 你全家都秀斗了 三万 要老看林天的气势 势在必得来到二人面前 这位小友 你不会链丹数 为何非要与老夫争夺这枚内单呢 出发任务 与要老比是炼丹品质 正好系统任务 我还有兑换商城 你再厉害也没有 随后起身对要老说 孙老挨幼 您先来 只见要老将一些草药放入手中 然后一顿操作 一枚上级丹药呈现在要老的手中 这小子他根本不会炼丹 他必输无疑 要老以为他胜券在我 正面林天悄悄地打开兑换商城 直接选择最上品丹药 按下购买 刷的一下丹药就凭空出现 一旁的众人看得目瞪口呆 卧槽 凭空练丹 这小子比要老厉害多了 要老也是不可思议地 看着手上的丹药 最上级的丹药 直接老累纵横的跪拜在地 要拜林天为师 叮咚 完成任务比试 获得经验同币奖定 升级为六级武士 要老 你快起来 这不是折我受吗 还有我答应我妈今年不收妥了 没事 今年不行就明年 徒弟我先攒个试用期 这老家伙还知道试用期 拍卖行长柜为了拉拢林天 给他们炼制弹药 直接将刚才那枚 妖兽内单双手奉上 叮咚 完成任务 购买内单 获得经验同币奖定 随着刚才的插曲 已经来到了这场拍卖会的 最后一件物理 是一柄未鉴定的双剑 起拍价一千同币 叮咚 触发任务 拍下双剑叫价不得低于两万同币 听到系统发布的任务 林天实属无奈 人家一千起拍 你让我给两万 真当我人少钱多呀 两万同币 赶紧收摊大家都散了吧 叮咚 完成任务双剑 获得经验同币奖定 看到林天拍下双剑 要老急忙上前 师傅 莫非你会鉴定 能看出来这是一件好装备 不 我就是钱都没地方花 正好买回去切饼 地旁的韩大帅 信以为真表示自己加油 要借去用用 这人脑子里装的都是浆糊 我走了 千万别跟着我 林天在拍卖会上大显身手 瞬间圈粉一波 要老直接跪地拜师 韩大帅要借剑切饼 吓得林天落荒而逃 叮咚 完成任务 参加拍卖会 获得经验同币奖定 经过了一阵的奔跑 林天终于甩开二人 我得去救灵云了 叮咚 触发任务 破坏双剑 将双剑摧毁 听到系统提示林天胸口隐隐作痛 虽然很是心疼自己的两万同币 但还是将双剑向一块大石头上砸去 叮咚 完成任务 破坏双剑获得同币经验奖定 获得武器 残破的乙天剑 当前人急 叮咚 触发支线任务 修复乙天剑 林天看着手里的剑瞬间忘了刚才的心疼 有了这把神器 看我怎么去李家砍瓜切菜 叮咚 触发任务 潜入李家 不打脚任何家丁进入李家 并且时间超过一小时 李家大院 林天翻墙而入 李帅并不知危险来临 正在劝说床上的林云儿从了他 只见林天破门而入 二话不说 直接上前一记段子绝孙 缴交他做人 叮咚 完成任务 救出林云儿 获得经验同币奖励 恭喜升级 当前八级武士 云儿见到林天直接扑到他的怀里 少爷 我就知道你一定会来救我 这时李家家丁听见打斗声赶到 探见自家少爷狗吃屎的心态 并让林天马上放人 你们不配跟我谈条件 让李达峰过来 是何人在我李家撒野 我当是谁呢 原来是林家的残余 你胆子不小啊 夜闯我李家 还打伤我李家小辈 林天之字没说 直接一个野蛮冲撞 把光头南镶到了墙上 紧接着又补了一个落云掌 光头南直接吐出鲜艳的彩虹 赶紧去把李达峰叫来 要不你们跟他的下场一样 李达峰赶到 看见林天像林小姬子似的拎着李家的人 顿时火冒三丈 说吧 你想怎么死 叮咚 触发主线任务 探索 击败李达峰 询问林家覆灭真相 嘿嘿 我想等你李家坟头草十米高的时候 喝酒庆祝我百岁大寿的时候笑死 真是狂妄 寿死吧 灭天长 果然不愧是初夜城第一强者 但照样的死 野蛮冲撞 落云掌 直接将李达峰打出树米开外 林天直接上前把他踩在脚下 并询问为什么要灭林家 突然这时林天身后出现一道黑影 小子 助手 直接照林天的后脑就是一掌 但被林天轻松躲过 来者是初夜城的城主 林天看着此人 武师的境界 林家的覆灭其中肯定有秘密 就连城主也是他们一伙的 叮咚 完成探索任务 主体通过思考完成任务 获得经验同比加成 恭喜升级 当前十级武士 下一次升级系统会进行自动升级 你作为城主和他们狼狈围歼灭我林家 能得到什么好处 小子 此人是不需要知道任何事情的 林天深知不知他的对手 只好想个办法 36G 脚底抹油 叮咚 触发任务 不认所 与城主对峙 你大爷的 让我强行装逼 死就死吧 我就不信系统搞死我 还有的晚 小子 现在知道怕了 晚了 说什么呢 糟老头 我看你一把老骨头 让我一下给你打散架了 二人马上就碰撞到一起 但是林天的长法还没碰到城主 他的脸就与城主的拳头来个亲密接触 随着一道冲力直接飞了出去 叮咚 完成做死任务 获得经验同比奖令 恭喜升级 当前一级武士 超级做死系统可以升级 请问系统是否升级 升级 赶紧升级 给我来个反败为上 超级做死系统开始升级 当前进度百分之一 百分之五 这归宿 等你升级完 老子早都凉凉了 林天本以为自己要凉凉了 突然一旁的林女儿冲了过来 直接挡在林天面前 让他先走 城主见状微微一笑 好一对亡命鸳鸯 那我就成全你们 送你们一起下去 黄泉路上正好有个伴 这时要老赶到 怒斥城主老贼放开他师父 城主惊讶回头 要 要老 您怎么来了 谁是你师父啊 要老并未理会城主 直接来到林天跟前缓缓蹲下 递给林天一颗内丹 林天很是感动 要老 这次多亏你了 但要老见林天对自己这么客气 顿时不乐意了 师父 你这说的什么话 一日为师终身为父 这点是算什么 我今年才18岁 你个80岁老头叫我师父合适吗 师父说笑了 我今年90了 本来林天伤势就挺重 听完要老的话 差点涂彩虹 好了 刚刚的丹药我会双倍还你 师父 刚刚那丹药是双喜商行提供的 不是我的 林天很是无语的擦擦嘴 我把刚才的感动收回 我好像收了个假徒弟 要老听闻没开眼笑 师父你终于肯承认我这个徒弟 不能反悔啊 不然师娘可能生不出师弟师妹啊 你这位老不尊的家伙 在胡言乱语我就把你逐出师门 只见要老一本正经的说 师父 你现在有难 徒弟我不可能不管你 随后转头看向身后二人 师父 咱们一人审一个 好 那我去问那个吃屎的 林天刚到李达峰跟前倾咳了两声 李达峰直接全都招了 是一个悬空门的长老让他这么做的 那个长老是谁 叫什么 这我真的不知道啊 我只知道他修为高深莫测 你是不是挨打没高 师父 我看得出来他真的不知道 林天转头 那就去问另一个 我都帮你问清楚了 那个长老有痔疮 卧槽 有痔疮 这是你是咋问出来的 师父你看 我是跟他好说好商量的问出来的 你家字典里的商量 注音是残忍吧 不过为啥痔疮这么私密的事都知道 但就是不知道名字和样貌呢 那个长老蒙面来派发任务的时候 刚好痔疮发作 神无语 林家负面那么惨烈 为什么就一定要跟痔疮挂钩 这是门外传来一道声音 林天林大师在吗 我是双喜拍卖行的 谢老派我过来请您过去一下 林天思索 拍卖会应该是请我去炼丹 正好趁此机会让系统升级完再做打算 你带路吧 女儿 我们走吧 要老并未跟随一同前往 只是告诉林天有事随时召唤他 林天很是无语 你当自己是召唤兽了 还随时召唤 画面一转来到拍卖行 林大师 希望您每个月帮我们炼制三颗丹药 您看啥时候有时间 林天直接打开兑换商城 兑换三颗上品丹药 丹药我早都炼好了 直接把报酬给我就行 叮咚 系统升级成功 开放融合选项 分解选项 升级补偿主体十万同币 自己的属性 等级 称号 任务等 都呈现出来 还附带一个装逼值 断位菜鸟 这么简单就升级成功了 还有装逼值 看来以后做死也要做得威武霸气才行 谢老接过丹药 林大师 您的丹药如此珍贵 所以我们行长破例亲自接待你 麻烦您过去一下 叮咚 触发支线任务 让他来请我 拒绝谢老的邀请 并让行长亲自过来 这么快就有装逼的机会了 林天一屁股坐在椅子上 我是何等身份 他要是想见我就亲自过来请我 谢老有些难为情 与此同事堂内有一人走出 林大师你好 我是双喜拍卖行的行长红灵 叮咚 完成任务让他请我 获得经验同币奖励 做死装逼成功 装逼值加二 林天文声望去 顿时一喜 行长居然是个大美人 这系统虽然很坑 但有时候对我还是不错的 林大师从今以后只要是在我行消费 都可以享受一折优惠 好的 嘿嘿 我就喜欢和美人做生意 不如我们 没等林天把话说完 就感觉房子晃动 卧槽 不会是地震了吧 林天刚刚对于家族覆灭有些头绪 就被谢老请到拍卖行 没想到行长是个如花似玉的大美人 刚要上前搭讪 就被突如其来的震荡惊吓 呆萌的云儿指向远处 少爷你看 一座山跑了过来 林天抬头望去 原来是韩大帅奔袭而来 并且还要轻轻抱抱举高高 吓得林天连忙后退 韩大帅 快给劳资爬开 我特么不认识你 少爷 你什么时候有一个能轻轻的朋友 我怎么不知道 别听他胡说 别害羞奖励一个轻轻吗 叮咚 触发任务 寻找宝物 与韩大帅结伴前往神战古迹寻找宝物 这家伙绝对是系统派来惩罚我的 果然系统跟人一样都不能夸 你离我远点 快说 宝物在哪里 林哥 我知道你是爱我的 先请一个 完了再说 你是不是想让我把你的猪头变成两个 韩大帅秒锁 报告林哥 我就知道在神战古迹外围 具体位置我也不清楚 林天虽然有一万个不愿意 但系统派发了任务 只好让羽儿在拍卖行等他 说自己很快就回来 神战古迹外围 林天和韩大帅从白天走到夜晚 一点宝物线索没有 一路上就看大帅自己表演失货的能力 林天刚要发火 韩大帅突然开口 林哥 那边好像有人 你小点声 在这里遇到的不是死人就是敌人 然后二人偷偷摸了过去 发现两伙人正在打斗 大帅见状表示快溜 赶紧离开这是非之地 我们是来寻宝的 宝物就在前方 你去不去哪 林哥 我在这里接应你 你自己去拿宝物吧 我怎么摊上你这么个棒锤 叮咚 触发任务 取宝 独自一人前往寻宝之后 与韩大帅会合 死胖子 你是系统亲儿子吧 野蛮冲撞 落云掌 真没意思 都不够热身的 卧槽 这么深 跳下去不得摔成肉饼 还好我会损降 正好体验一把速度与激情 走你 好像没啥难度 没想到 你如此年轻 竟然能够下得来 名人不装暗逼 敢问阁下是谁 我乃一海宗长老道玄 你小子又是谁 林天思索 青州和无成州 隔着十万八千里 这老头千里迢迢来这里 肯定没安好心 叮咚 触发做死任务 挑衅 挑衅一海宗长老道玄 并且扇摊叶尔光 生命在于折腾 希望叶尔光下去 我还能活着 就你还没资格知道 劳资是谁 只见两个老头 举着诺大的石头 在哪里掐了起来 林天一脸幻笑地 走到玄道前面 直接一个耳光 清脆的声音 回荡在山谷里 叮咚 完成做死任务 挑衅 获得经验同臂奖励 任务过程中 装逼平分低 装逼直加一 由于石头太大 二人必须合力 才能承受 只好看着林天 向闪闪发光的宝物走去 原来是没戒指 叮咚 获得封印戒指 戒指封印力量强大 主体暂时无法破解 完成取宝任务 获得经验同臂奖励 林天还没来得及欣赏宝物 就听到韩大帅喊道 林哥不好了 嫂子被人抓走了 林天为了寻得宝物 跳下了悬崖 还非常作死地 给老者一耳光 随后潇洒地向宝物走去 突然这时 等在牙上的韩大帅喊道 嫂子被物业兵团抓走了 林天一惊 雨儿怎么总被抓 然后抓着绳索 搜的一下飞了上来 雨儿被抓了 物业拥兵团在那 就在韩家镇后面 他们常年驻扎在那里 得知位置后 林天扔下韩大帅率先前往 恰巧经过一片林子 正好碰见被抓的雨儿 站住 放下那个女孩 老头小子也敢打扰老子好事 给我杀 你们找死 野蛮冲撞 直接把冲在前面的小喽喽干饭 领头看出林天是一级武士 打算自己出手 林天直接一记落云掌 拍在他的头上 就这 去死吧 受到惊吓的雨儿 扑到林天怀里泪流满面 雨儿没事了 我已经帮你教训他们了 少爷好厉害 接下来我们去哪呀 去悬空门找一个有痴疮的长老 林哥 你怎么不等等我 累死我了 嫂子没事吧 没事 对了 你知道悬空门吗 当然 正好三天后 在各州的家族比武大赛上 悬空门会挑选优秀的后辈进入门派休息 那就好办了 这一次我代表林家一定要拿低 林哥加油 我是寒家镇代表 等我赢了比武 我们一起进悬空门 回到镇里 林天思索还有三天时间 我得再去打怪提升一下自己 那样能更稳妥一些 叫花子让开 别挡了我们少爷的路 谁的狗没拴绳 出来乱咬人 大少爷你别生气 一个香巴佬而已 我帮您解决 不用 正好最近乏味得很 我拿这图豹子姐姐们 想进去吗 咱们比比谁有资格进去赶不赶 好啊 要是你输了就把你的马车给我 然后林天直接拿出一张黄金 超级VIP中屁的钻石卡 吓得刚才那位所谓的大少爷哑口无言 还是坐着马车舒服 既拉风又省力 三天后 林天和林远儿驾着马车 向着前方人山人海的比武台走去 比武台上 一老者讲解着比武规则 优秀的后辈有机会被悬空门选中 成为外门弟子 叮咚 触发任务 挑战所有人 面对夜出成众人 大声宣布与所有人为敌 并获得胜利 等等 只见林天率先上台 现在我一人代表林家 挑战你们所有人 此话一出热的台下众人众目 一个人挑战所有人 真是太嚣张了 林大公子 这么多年比武 也没有你这样比武的 那是因为我之前没来 我要是早来早就有了 然后直接扔出两颗丹药 谁赢了我 丹药拿走 卧槽 两颗地级顶级治愈丹药 有钱也买不到的顶级丹药 他竟然有两颗 都知道这两颗丹药的价值 众人纷纷上台向林天冲去 没等靠近林天 只见他一记落云掌 直接把树人打飞 一群小趴菜 可以宣布比武结果了吧 林家林天 获得本次比武第一名 获得进入悬空门资格 叮咚 完成任务挑战所有人 获得经验同壁奖励 装逼指甲三 恭喜升级 当前武士三级 一座云雾缭绕 仿佛人间先进的山峰 这里就是悬空门 门外站着各州的胜利者 等待最后的考核 林天华丽地从马车上跳下来 就见一个大肉球向他跑来 我去 韩大帅真的获得了 进悬空门的资格 林天瞬间觉得自己的逼格下降 安静 我讲一下考核的要求 所有人进入我身后的山洞 然后从另一个口出去 前100名成为外门弟子 剩下的全部淘汰 考核期限限时一天 随着洞门缓缓打开 众人一拥而上 进去之后别乱跑 跟紧我 林哥放心 我会像狗皮高药一样年老你的 林天得知参加比武大赛 取得胜利就有资格进入悬空门 于是他迅速前往 擂台上他已一抵十 轻松取得胜利 但这只拿到了进入悬空门的门条 想要真正地成为外门弟子 必须从众人之中脱颖而出 进入前100名 林天和韩大帅悠哉地走在山洞中 突然前方串出二人 嘿嘿 都特么给我站住 交出身上所有东西 然后你们就可以原路返回了 林天一论 这场的是哪出 林哥 我们遇到抢劫的了 要溜吗 溜溜溜 你就知道溜 一旁呆着鼓掌 看我的 叮咚 触发作死任务 木头人 击败诸葛杀地 战斗中禁止使用双臂和双土 这还不简单 两位哥哥 我这有宝贝给你 杀地一听宝贝 急忙上前 直接让林天一屁股弹飞 由于力度过猛 还顺带着把身后的诸葛一起带走了 叮咚 完成木头人任务 获得经验同币奖励 装逼直加一 韩大帅见林天的操作如此华丽 非要奖励一个轻轻 你给老子滚开 插曲过后二人继续向前出发 林哥 你闻没闻到有一个怪味 怎么会有这么浓厚的血腥味 林哥快看 前辈有人 二位要从此路过 问过我们了吗 哈哈哈哈 拿命来 随后二人飞天融合变成了一个人 这是什么 分身术吗 林天赶紧打出一击落云掌 但眼前的人凭空消失 不好 他一定是跑到我身后去了 急忙躲闪 算是躲过一截 不错 年纪轻轻就是三级武师 你也算得上天才了 但是 即便你是天才也绝不会逃过我的攻击 我最喜欢蹂躏天才了 哈哈哈哈 该死 又玩分身 到底哪个才是真的 林哥 你右面那个是假的 林天一惊 你是帮你说的算 直接一击落云掌打向左面的人 叮咚 击杀特殊角色经验加一千 林天望着剧烈的地面 我明明打中他了 人哪 不好 难道 哈哈 几百年了 终于有人帮我解除了封印 小子 你叫什么名字 老者枯瘦如柴 直接吓得韩大帅晕了过去 这胖小子眼力不错 可惜是个老鼠胆 小辈林天 见过前辈 不用这么客气 老夫名为玄冥 既然你帮我解开了封印 那你就帮我做两件事好吗 人不要脸天下无敌 是我救了你 你不答谢我就算了 还要我为你做事 叮咚 触发支线任务 拜师 答应玄冥的要求 并拜其为师 虽然林天心中很是不满 但还是笑嘻嘻地说道 有事您尽管吩咐 绝对帮您办得明明白白的 其实也没啥 就是让你帮我报个仇 还有让我住进你的体内 你咋长得那么好看 静想美事 我可不是无私奉献的人 那我收你为图吧 我可厉害了 好的 成交 没想到这么简单就拜师成功了 叮咚 完成支线任务 拜师 获得经验同币奖励 开启师徒选项 只见玄冥化为一缕青烟 进入林天体内 你师父我的真气有限 没重要的是别找我 一个免费寄宿的 还拽得跟258万似的上哪说理去 当林天拖着韩大帅走出洞口时 眼前的一幕让他十分震惊 林天无意之中 破开了玄冥的封印 为了各自目的 二人达成了协议 随后林天拖着晕死的韩大帅 向洞口走去 刚出洞口就发现惊人的一幕 外门长老紫晶带着门徒 在洞口迎接第一女 并准备了奖励可人选三件 林天毫不客气 直接上前拿起一瓶青神蛋 直接灌入韩大帅口中 紫晶微微点头 对林天的做法很满意 韩大帅醒来 不知为何自己口中有一颗草药 林天直接扔给他一身弟子服 韩大帅以为天亮了 让他换衣服吃饭 换好衣服的林天表示 你怎么就知道吃 我们已经通过了考核 先去寝室休息一晚 其他的明天再说 次日清晨 睡梦中的林天 就被一阵鬼哭狼嚎声吵醒 只见韩大帅让人打得猪头一般 林天询问情况 韩大帅委屈巴巴的说 我就搭讪个美女 那你活该 咱们刚到此处 你就惹是生非 林哥 你不爱我了吗 你要为我撑腰啊 叮咚 触发任务 撑腰 找到殴打韩大帅者 将其击败 系统你怎么比他还猪头 你这是助纣为虐 你真是系统亲儿子 说吧 是谁把你打这样 哥为你撑腰 林哥 你扶我一把 我跟你一起去 随后二人来到悬空门草药 谷口人来人往还挺热闹 老司机带队进草药谷 五十五级以上抓紧进队 四等三了 夜蒙战队收人了 外门第三强战队 五十六级以上可以加入 还有人组织散人一起 保证可以收集到地级五级草药 草药谷位于悬空山主峰之后 谷中拥有大量地级草药 但是有大量妖兽看守 悬空门每年都会派出外门弟子 进入谷中历练和采集草药 用于门派中使用 三天的时间 所采集的草药 需要和门派五五划分 突然韩大帅发现之前 做他那个人 林天上前 是你把我兄弟打了 那个调戏我家小姐的猪头 是你兄弟 二人的对话 引来不少弟子围观 快看 那不是苏蒙的猛虎吗 传说中外门第一猛将单挑王 怎么 你小子是不是也想挨揍 林天诡异一笑 谁揍谁不一定呢 你一个战斗力 只有五的渣渣也敢与我为敌 找死 然后将所有的力气凝聚在拳头上 向林天胸口打去 林天丝毫未动 只是将所有的灵力包裹在身体的四周 咔嚓一声 猛虎的手腕直接骨折 疼得他躺在地上左右翻滚鬼哭狼嚎 外门的单挑王也不过如此了 叮咚 完成撑腰任务 装逼指甲三 获得经验同比奖印 恭喜升级 当前五十四级 你小子不错 我看上你了 加入我的苏萌吧 此女子是美貌与实力并存的外门第一美女苏苏 没想到外门竟还有如此级别的美女 只不过 叮咚 触发作死任务 装逼 调戏苏苏苏 外门第一美女 各个方面确实不错 就是凶小了点 你个盲流子 无耻 别生气嘛 虽然小了些 但是我有补救的方法 苏苏半信半疑的看着林天询问什么方法 只见林天抬起双手 其实很简单 按摩即可 但迎来的是苏苏的大瓜子 该死的臭流氓 本小姐再也不搭理你了 叮咚 完成任务装逼 装逼直加四 装逼段位升级 获得经验同币奖励 很快夜幕降临 韩大帅表示自己太累了 得先睡会 话音刚落就传来韩大帅的打酣声 林天很是无语 这是神科么秒睡技能 突然他听到前方不远处有打斗的声音 当他赶到时 看见一只巨型蜈蚣正在攻击苏苏 在看苏苏完整的衣衫 然后转身离开 本小姐再也不搭理你了 很快夜幕降临 林天与韩大帅已经来到药谷深处 林天突然发现 苏苏正在被两只野兽攻击 白天刚戏弄完人家晚上就让我英雄救命 这系统是要玩死我吧 野蛮冲撞 落云掌 轻轻松松解决了两只野兽 请叫我雷锋 不用谢 然后二人四目相对马上就要萌生出爱的火花 突然韩大帅的喊叫声唤醒了林天 原来是有人偷车 只见林天举起拳头向偷车贼飞去 妈的 坏老子好事 狠狠的一拳直接砸在了他的面门上 随后一脚将他踢下车 但那小子并无大碍 逃跑之前还放下狠话 感动汪萌的人 你小子死定了 这时苏苏走了过来告诉林天 汪萌领头的叫汪二哈 此人非常卑鄙 仗着他叔叔是外门刑法部长老 无恶不作 你们要小心 林天为了感谢苏苏告诉他们汪萌的事 将草药分给他一半 哼 算你识相 之前你胡说八道 本姑娘就不和你计较了 我什么时候胡说了 难道是之前说你小妹一次吗 你个臭流氓 我就不应该搭理你 插曲过后 林天领着韩大帅苏苏三人 带着草药回到了门牌 按照规矩上交了一半 其他弟子投来羡慕的目光 不单单是因为数量居多的草药 重点是苏苏大美人 为何会和两个新人组队 次日林天一觉睡到晌午 当他推开韩大帅房门 准备叫他起床时 林天大吃一惊 原来是汪蒙寻仇 并留下字句让林天去汪蒙领醉 感动我兄弟 我会让你们后悔出声 很快林天就找到了汪蒙的注定 然后一脚就将汪蒙的石碑剔碎 吓得汪蒙小弟急忙回去禀报 但林天已经破门而入 小子 就是你打伤我的人 还与苏苏关系密切 没错 偷车贼是老子打的 苏苏和我的关系确实也不一般 小子 你别嚣张 在外门中还没有我不敢动的人 只见他话音刚落 汪蒙护法直接向林天发动了攻击 由于攻击突然 林天硬生生的接下了这一击 但被连连逼腿 没想到汪蒙竟然有内门武机武师 这小子的后台果然很硬 这时汪蒙护法发动了第二轮攻击 林天邪恶一笑 我看看是你后台硬还是我的拳头硬 然后林天同时发动了野蛮冲撞和落云掌 直接把汪蒙护法打出树米箱在了墙上 随后照着要逃跑的汪二哈 直接就是一脚 被踩在脚下的汪二哈还在放狠话 说自己的叔叔事情法部的长老 你要敢动我 我会让你生不如死 但林天并不买账 直接又是狠狠的一脚 只听见清脆的咔嚓声音之后 悬空门的天空中回荡着一阵鬼哭狼嚎 韩大帅被汪蒙抓走 林天上门营救 直接一记暴击 汪二哈传出了鬼哭狼嚎的声音 叮咚 野蛮冲撞落云掌已达到满级 检测到主体拥有两项同等级满级攻法 林天 玄 黄 如果要是进阶成功还好 要是进阶降级那就得不偿失了 对了 我还有一把以天剑 应该也能有功法可用 然后打开系统商城 直接弹出以天剑法的详细介绍 看得林天大吃一惊 竟然要一亿同闭 这系统怎么不去抢 关闭系统林天由衷感叹 看来无论在哪 美好的生活都得靠金钱维持 悬空门行法部 汪长老看着躺在床上凄惨的侄子 一掌拍断身前的桌子 来人 去给我把行凶者抓回来 我要见人 死要见尸 很快林天就被五花大榜的官 进行法部的小黑屋 汪长老怒斥 就是你小子废了我侄子 没错 只是废了他小爷 我已经手下留情了 很好 我让你常常行法部的手段 绝对会让你生不如死 完了 看来这回在劫难逃了 该死的系统这时候 不是应该触发任务吗 悬空门某处 韩大帅正哭诉着 林天被刑法部抓走的事情 求苏苏去救他 苏苏听完顿时一惊 他很清楚汪雷琳的手段 于是马上求助一旁的姐姐 姐姐 林天救过我的命 你帮我救救他 但苏苏表示 我虽是内门长老 但也不能随便插手外门刑法部的事 姐姐 你不知道 外门刑法部是假公祭司 林天根本没罪 好吧 你俩等着 刑法部里 林天已经承受了很多种刑法 但他还非常硬气 汪雷琳恼羞成怒 给我把他千刀万挂 弟子得到指令拿着刀向林天逼近之时 劳门直接让人一脚踹开 正好拍到了走向林天的弟子的身上 汪雷琳大惊 什么人竟敢私闯外门刑法部 是苏柔及时赶到 然后大摇大摆地走了进来 我要带走林天 什么 林天 如果是其他人你都可以带走 唯独林天不行 嘿嘿 就凭你也想阻拦我 太拿自己当回事了 不自量力 汪雷琳都没看见苏柔出手 自己已经趴在了地上 不可思议地看着苏柔 他已经达到武皇境界 苏柔来到林天面前 动动手指 就见林天身上的绳子脱落 此刻林天已经神志不清 但他知道面前的女子是来救他的 他刚想起身 但因体力不知 直接一头扎在了苏柔的怀里 叮咚 系统检测到主体极其虚弱 自动开启保护模式 自动购买地级治愈单 主体脱离虚弱 解除保护 不知过了多久 林天捂着疼痛的脑袋醒来 恰巧此时苏苏走了进来 林天惊讶不已 我怎么会在这里 哼 你个臭流氓 救你的时候说要感谢我一辈子 吃了我豆腐之后 就想翻脸不认人了 林天在刑法部受尽折磨 还好苏柔及时赶到 林天起身刚要答谢 结果一头扎在了苏柔怀里 不知过了多久 林天捂着沉重的脑袋醒来 正巧看见刚刚进门的苏苏 支支吾吾地说 我怎么会在这里 哼 你个臭流氓 救你的时候还说感谢我一辈子 吃了我豆腐之后 就翻脸不认人了 什么 真的假的 那我怎么会在你家里 切 要不是我求我姐姐救你 你可就在刑法部领合饭了 能把我从刑法部救出来 看来苏家势力很强 林天还在思索 苏苏打断了他 喂 你怎么这么快就起来了 我姐姐说你要休养半个月呢 只见林天拿出一颗丹药 我有这个 所以伤势恢复得很快 苏苏不可思议地看着林天手中的丹药 竟然是地级治愈丹 没看出来你个臭流氓还挺有钱的 谁告诉你丹药非要用钱买 难道你会练丹 你居然会练丹 我会练丹之鱼这么大惊小怪的吗 苏苏气愤地戳着林天的额头 你是不知道练丹师在洛英帝国多稀缺 像你这样能够修行的练丹师更是少见 你消停呆着 我去找我姐姐一趟 随后苏苏跟姐姐讲了一下林天的情况 妹妹 你想办法让林天加入我们苏家 千万不要让别的家族发现 苏苏回到林天房间 林天表示自己的伤已经痊愈 就先离开了 日后必当答谢你们姐妹的救命之恩 突然苏苏面色红润 扭扭捏捏地说 等 等一下 人家有件事要和你说 那个 你愿意加入我的苏蒙吗 好的 没问题 这丫头 说正是这么害羞 我还以为要和我表白呢 白期待了 然后二人嘻嘻哈哈地聊了起来 突然韩大帅从远处向林天狂奔而来 只见林天一把抱开苏苏躲开韩大帅 苏苏 这是我兄弟 也让他一起加入苏蒙吧 嗯 你这兄弟满讲一起的 可以加入 对了 两天之后会有一个外出历练的任务 你们刚刚加入 正好去混个脸书 两天后 注意事项 当到墓穴洞口 林天就自告奋勇地当起这次寻宝的领路人 很快众人来到了一个狭小的空间 里面摆放着大量金光闪闪的大箱子 林天上前打开 发现里面竟然全是天极丹药 这不是发达了吗 一枚天极丹药至少也在五十万至少 这里有二十箱 一箱最少八九十颗丹药 全部加起来恐怕有好几个小目标了 众人都沉溺在喜悦当中 突然身后传来了一道声音 呦 这不是苏妹妹吗 只见一个体积比韩大帅还胖的男子 带两个小弟走了过来 林天立即挡在众人面前 你们是什么人 哪里来的矛头小子 竟敢打扰劳子雅兴 朱刚烈你这人渣 也不照照镜子 苏苏 别给脸不要 这黑乎乎的煽动 要是发生点什么也不会有人知道 你敢侮辱苏苏大小姐 找死 但没等他上前就被朱刚烈一脚踢飞 苏苏刚要上前查看 但被林天阻止 然后扶起受伤的同伴 兄弟 你保护好苏苏 林天发现机会来了 直接上前一击野蛮冲撞 随后又打出洛云掌 就这样偷袭成功 让朱刚列领了盒饭 剩下二人不敢大意 联手向林天发起了进攻 危难关头 一道蓝光出现在林天头上 林天 我们缠住他 你先对付另一个 有了众人的帮忙 林天根本不把这两个小趴菜放在眼里 三下五除二全部搞定 看着眼前堆积成山的三人 林天表示 此地不宜久留 拿着丹药 我们得赶紧离开 林天众人外出历练寻宝 因主角光环让他们找到大量天极丹药 众人还沉溺在喜悦当中 肥头大耳的朱刚列前来挑衅 很快三人就躺在地上叠罗汉 此地不宜久留 拿着丹药 我们抓紧离开 双喜拍卖行 林天找到行长红灵二 询问他收不收天极丹药 当然收 然后红灵二一一爆出天极丹药价 林天也是爽快 直接递给红灵二一个袋子 好 先卖一个小目标的 什么 一个小目标的 你有多少天极丹药 其实也没多少 也就六百颗而已 六百颗而已 气得红灵二秒变猪头 这逼装的我给你满分 交易完成 林天立即打开系统商城兑换引天剑法 这一天剑法果然拉风 威力也不错 一个小目标还不算亏 这时一名男子走过来 手里拿着一封书信 是林云儿转交给他的 林天打开瞬间感觉心在滴血 内容是云儿要走了 林天紧忙赶到慕容家 一把推开房门 允儿 你要去哪里 正在收拾包裹的允儿 看见少爷回来激动不如 瞬间扑到林天怀里 林天急忙询问怎么回事 允儿擦拭着眼泪 原因是他从小被卖到林家 但是前几天得知自己的亲生父母在明中 所以想去明州认亲 傻丫头 我以为发生什么事了吗 认亲是好事 不过明州有点远 我现在还走不开 我会让慕容兄派人护送你去 少爷 允儿舍不得你开你 傻丫头 等我报了仇 马上就去找你 接下来的一段日子 林天一直沉迷在练武场 现在他的以天剑法已经练到七级 如果单挑的话 八级武士都不是他的对手 林天 可算找到你了 苏苏 找我有什么事吗 想我了 谁想你的臭流氓 人家是来告诉你 再过一个月可就是外门比武了 获胜的前三名可是能进入内门的 以我现在的实力进入内门应该不是问题 到时候找那个痴疮长老也方便了 外门刑法部某处 汪雷林正在和一名黑衣人密谋除掉林天和苏苏 黑衣人很顾及苏家背景 但汪雷林告诉他有十足把握 绝对神不知鬼不觉 一个月后 外门比武大赛 四个擂台上分别站着四位胜利者 林天 苏苏 猛虎 还有一个贼眉鼠眼的青年 第一场半决赛开始 苏苏对战贼眉鼠眼青年 苏苏率先出击 但这名对手一直躲闪 从不还手 遭到台下众人鄙视 林天见状感觉不对 明明实力相当 他为何 不好 中计了 只见苏苏被困擂台之上 眼神忧郁 慢慢地开始退去自己的衣物 林天拼命嘶吼 想要唤醒苏苏 这是什么妖法 为什么其他人都没发现不对劲 突然看见汪雷林 林天心里有了答案 一定是他搞的鬼 猛虎 苏苏有危险 快去把苏柔找来 此时台上男子要向苏苏动手 林天见状飞跃上台 直接一击在重拳 打在他的脸上打倒在地 你怎么上来了 你别过来 竟敢侮辱苏苏 你这人渣 找死 叮咚 触发支线任务 站 守护苏苏 直到苏苏苏醒 汪雷林剑林天已经重击 立马叫人拿下林天 这帮老六 希望我这几颗狂暴单 能够撑到苏柔感到 小子 就凭你武师修为也敢 和我们武皇修为斗 废话真多 以天剑法 呵呵 武皇也不过如此 林天以下犯上 当场格杀 一起上 林天以下犯上 当场格杀 一起上 得到汪雷林指示 众人一拥而上 林天拼死 林天 我就问你服不服 笑话 老子凭什么服你 好 那就让你看看老夫的厉害 上一次你侥幸逃脱 这一次我看你怎么办 然后一掌照着林天拍去 林天迅速举起 以天剑抵挡 想叫你个巴拉 嘿嘿 你去死吧 危难关头 素柔及时赶到 直接一拳将汪雷林击飞 你身为外门刑法部长老 竟然对我妹妹 用这种下三滥的手段 不 不是你想的那样 我没有向苏苏出手 没有 那我妹妹怎么会中 你们汪家的迷魂法 受死吧 汪维林作为刑法部长老 以供谋私手段卑劣 今天我代表门派铲除毒瘤 事情平息 紫禁长老宣布前三甲 分别是 林天 苏苏 蒙虎 小伙子是个人才 进入内门后继的去供法阁 回到苏蒙苏柔 未给苏苏一颗弹药 等苏苏醒过来就没事了 然后转头感谢林天舍身向救 我妹妹那么多追求者 但是舍得为我妹妹拼命的你 倒是第一个 林天 你也好好休息 苏苏就交给你了 没过多久 苏苏缓缓地睁开眼睛 林天急忙上前 苏苏你醒了 感觉怎么样 叮咚 完成任务 战 获得经验同壁奖励 装逼直加二 其实 在擂台上的时候我是有意识的 但是无法控制自己的身体 我那么拼命就你不奖励一个亲亲吗 臭流氓 你想得美 就知道占便宜 但还是要谢谢你 关键时刻还是挺管用的 那当然 保护你可是我的职责 之前与汪雷林合作的黑衣人 是时间问题 何必动怒 的确 我就不信苏家会因为一个无名小卒与我翻脸 内门功法阁 苏苏拽着林天打算去看看 有没有什么好的武学秘籍 走了几层发现 种弟子看的都是普通书籍 这里好无趣啊 一点都不好玩 我们再往上走走看 直到第九层 偌大的房间里 只有一位老者与一本秘籍 为什么这一层只有一本功法秘籍 林天上前拿起秘籍 乾坤挪移 看了半天竟然是蚕次了 因为只有上半卷 玄公门这么大门派 不可能拿一本蚕次品充数 这其中指定另有玄机 只见林天灵机一动 长老 我要修炼这本功法秘籍